2020年10月3日 教宗方济各在意大利亚西西 盛方济各大殿的地下墓穴 签署第三道通誉 众位弟兄 透过教宗的通誉邀请我们按照天主的意思 重视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并寻求真正为公益而服务的政治 工作坊的第二阶段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詹德龙神父 为我们主讲人际有爱 好的政治 武器买卖三个主题 并同时感谢鲁文南淮人基金会研究顾问 也是中华南淮人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谷伟营教授 担任第二阶段的主持人 让我们欢迎詹德龙神父与谷伟营教授 谢谢 众位弟兄姐妹 如果是这样 这帮极客 国家建讨一定会讲众位弟兄姐妹 加两个字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的开头 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 主持这第二场 詹德龙神父 大家都是人人都应该知道 非常大家都很熟悉 不用对比 他是加州的木子博士 他也是俄罗列大学的学士跟硕士 也在加拿大念过 我跟他觉得很亲切 是因为我跟他都在加拿大念过书 那他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他的三个主题 我昨天在准备这个东西 287条相当多 对不对 每个人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感受 但是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 会迷失在这个森林当中 所以呢 今天这个詹神父要跟我们导读 从他的角度来导读 三个主题 我觉得我们非常荣幸 因为这个教宗这个东西非常丰富 我一直感觉他是在这个时代 疫情爆发 他提到一个字叫解构 一切东西都被解构了 疫情大概是最后一级 使得我们这个时代 进入了所谓的后现代时期 很多权威都被瓦解 中心都被破坏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地方重新建立起 一个新的一个秩序 教宗提到了很多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感受 我特别印象很深的 就是他对撒玛利亚的故事 他非常详细的不同的角色 让我重新对于这三段的故事 有这么丰富的理解 当然还有其他的好的政治 等一下他会跟我们谈 刚刚那个地球谈问的问题 他也会给我们一些解答 他今天也非常慷慨地分享 他给我们的一些PPT 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热烈地期待 非常精彩的 赞同龙神父的演讲 各位我们欢迎 感谢赞同龙神父 第二个是跟我们的台湾有些关系 第三个是跟我们台湾更有关系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这三个题目 不过要记得 这个只是中卫弟兄里面的一部分的资料 一部分而已 那么第一个人即有爱 这个正式的东狱的名称 也包括fraternity跟social friendship 有很多的翻译 那么fraternity 目前我最喜欢的是手足情谊 手足情谊 整个神父翻译的兄弟情谊 有不同的可能性 那么social friendship 这个人即有爱 其实也是同样的意思 好了 那么手足情谊 是这个中卫弟兄的核心思想 所以非常重要 要去体会这个核心的概念 不是个概念 是个感受 要有这个感受 才能够去执行 中卫弟兄要求我们的 那么2019年的两年前的教宗 也是到访问了 伊斯兰教的这个大教长 那个阿玛阿太耶 那他们最后共同的声明里面 是这样说的 这个是代表伊斯兰教跟天主教 这是两个重大的宗教的一个思想 天主创造所有的人 有平等的权利 义务和尊严 被召唤要向兄弟姐妹一起来生活 向兄弟姐妹一起来生活 这是目标 新冠肺炎的经验非常清楚显示了 国家跟国家中间很难合作 人类实际上有高度的分裂 我们现在也看得出来这些疫苗要怎么分贝 非常清楚 让我们重新一起来建立 全球化的兄弟姐妹的精神 所以全球化的兄弟姐妹的精神 不管属于哪一个宗教背景 文化背景 全球化 现在的成修化 是我们都是邻居 你随时跟全世界任何地方 可以立刻联络 不过很多时候 根本没有这个弟兄姐妹的精神在里面 所以能够随时跟谁联络 没有太大的意义 强调个人利益 忽视团体生活 刚刚陈哥审夫 我要重复很多了 陈哥审夫所说的 都是众位弟兄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思想 无限制的消费主义 我想我们也都是 都是被 很多时候被吸引 进到这个无限制的消费主义 包括修道人也是一样 所以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都是同一家人 这个意思 教宗认为是淡化了 可能有些过去的时代是比现在好 目前这种意思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个意思淡化了 人类一直往前冲 但是呢 并没有什么共同的计划 没有共同的方向 如果真的是兄弟姐妹会有共同的计划 会有共同的方向 人类我们是对外太空还有蛮有兴趣的 我常常也注意这种新闻 能不能再找跟我们差不多的地球 对这个很有兴趣 不过对隔壁人家常常也不认识 我们是如果救人必须一起救 不然无法有效的控制这个不断再改变的这个病毒 雖然大家了解這個道理 我想大家了解這個道理 像非洲現在可能掉了3%了 打了疫苗很低很低 所以是給病毒機會發展 發展以後會比現在的Delta可能還凶 就會回來攻擊我們 就是為我們自己的利益 是要趕快跟他們分享 可是連這個大家了解的道理 幾乎沒有真正的有效的行動 等到疫情過去以後呢 我們是要恢復自我中心 高度消費的主意 或是終於能夠把所有的人 看作一個團體我們 這是教宗的希望了 而且兩年來大家在不同的機會裡面 都在重複這個 但希望COVID以後有個重大的變化 我們所處的這個現代 曾經有平等、自由 是法國的三個大的標題 平等、自由的發展上 展現了深刻的決心 雖然沒有做到完全好的平等 沒有完全好的自由 但是呢 接下來我們需要的 是要用東樣的動力 東樣的任性去專注 我們要用東語的建議 和西方的平等 我們要用東語的體驗 也很頻密的定義 這個自由跟 前面兩個 自由跟平等 因為沒有愛做不到 前面兩個做不好 那人既有愛 這裡我引用的不是中偉弟兄 而是另外一本叫做 《讓我們勇敢夢想》 也是教宗寫的 而是在中偉弟兄之後 裡面也彌補了一些 可能在中偉弟兄沒有特別強調的東西 所以呢 像現實夢想中的未來 我們就必須把人既有愛的精神 置於個人主義之前 更重要 來作為我們組織人群的大原則 人既有愛 作為一種我們屬於彼此 也屬於全體人類 這個大家庭的大懂的一個精神 這個就會與我們力量團結起來 一起努力在共有未來的可能性 靠著這種團結 我們這樣可以超越觀點的不同 物理上的間隔 還有個人的自我 這樣的團結 也仍然會保存彼此尊重 所以全世界的兄弟姐妹的精神 其實並不會取消我們彼此中間的差額 差別 一些價值的不同 這個都可以同時存在 當然需要如同前面說 彼此好好的聆聽、交談 所以真正有深度的人際關係 這個教宗強調 不能只是靠線上溝通 是很多時候要面對面做下來 用時間溝通才能夠做到 脈絡 人際關係中的衝突 應該由人來解決彼此照顧 當初就業時代愛人如己的範圍指於同胞 但是逐漸擴大到效法天主自己的行為 所以現在要效法的是天主自己 因為祂是創造我們男女 我們都是祂的子女 所以教宗在第二章裡面 就發揮或是解釋 慈善的撒馬利亞人的故事 我想我們大部分人可能過去看過 沒有往那個方向去解釋 所以祂真的是往這個社會倫理的方向去解釋這個比喻 所以實際上 只有一個人頂下來了 親自照顧這個路邊的受傷人 還要花錢處理 還要花錢處理 但願你拿出大寶貴的時間 雖然他本來應該是有別的事了 他就先把別的事放在旁邊 去照顧這個人花錢 還有把他送到旅館 繼續照顧 後來請旅館的老闆繼續的負責照顧這個人 這是一個 剛才說一個人開始 後來有個組織 那個旅館在後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重新建立社會 這是教宗的希望 而且他覺得是有這個能力 不過呢 條件 就是把彼此幹作 真的同一家的兄弟姐妹 也就是愛 那個故事本來很清楚了 它也表達我們內在的掙扎 我們每天要決定 要做怎麼樣的一個人 就是這個故事裡面 那個樂衛人啊 那個司祭啊 他們也看到路邊有人 也許他們有想了一些 不太敢的要工作了 或者如果碰到一個受傷人 好像不解等等 有很多理由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也是碰到 必須要做抉擇的時候 在我們四人的生活 我們公用的生活都有 面對不同的經濟制度 政治制度 社會或者宗教的制度呢 制度是否包含或者排斥擋在路邊的這個人 剛剛我們陳克聖夫也說了 所以你要併固一個政治制度 經濟制度 看他怎麼處理這些路邊的 受傷的被遺棄的 這是一個重要的併固一個制度的標準 那麼後來不要只是等政府行動 剛剛也提過這一點 政府應該有很多的努力 可是呢 這個國家裡面的一些國民 不管是個人的 或是一些民間的 一些團體聯合起來 來協助解決這些問題 其實民間這些團體還滿多的 現在也有很多的 他們也有很大的貢獻 這個撒馬利亞人 他做了這個服務 應該也不是希望得到一個什麼 就是看到人需要 他就幫助 他就滿足了 他就滿足了 當然他好像在良心方面 在天主面前 他也很滿足 所以一個人真正的分量 在於他付出的愛有多少 剛剛我們說一個制度 有沒有注意路邊的 那個被遺棄的人 那個跟個人也是一樣 所以有這個都是兄弟姐妹的精神 不管是個人 不管是團體 甚至於國家 都要注意路邊的人 所以先愛人 要肯定別人是善的 才有可能產生正面 而雙向的好影響 所以按照我們的信仰 都是天主的現象、肖像 所以應該基本上 所有的人基本上 既然他是天主的肖像 基本上是善的 所以就從那邊開始 而不是先認為人家是壞的 愛推動我們走上全球化的共融 那要先從自己的地方社會開始 所以這個東西另外一個特點 教宗其實他也很注意地方的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要管理好我們的地方 要彼此相愛、彼此協助 所以沒有一次要消滅任何的文化 地方的文化 這個都是要保留 可是同時很開放 所以後來他講到比方說移民問題 他認為你收那些移民不會 所以有點辛苦 可是到最後反而是豐富了 你自己原來的那個 我看我們台灣 50年前 談到那個原住民 好像幾乎都不提 後來發現 這原住民也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一個 很豐富的 在國際上 在我們彼此有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傳統 所以大家慢慢的發現 這個多元其實是很好 所以移民到這邊來的人 也一樣他會帶來很多的豐富的東西 種族歧視也是一個例子 這是在我們社會裡面 也有不少的隱藏的 所謂的外人 看不到的 殘障者 老人 這個都是教宗在這個裡面所提的 社會性的友誼 不是性的手足情誼 是同樣的意思 都肯定每一個人的價值常常處處 可是呢 出生在資源缺乏 低度發展的地方的人 我們不可以把他們沒有尊嚴的狀況 合理化 我們是屬於 我們在這裡是在一個豐富的 資源豐富的環境誕生的 生長的 可是呢 很多人他並不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所以很容易 在國際的關係上 或者如果這個人到這邊來了 很容易沒有把它當作是平等的 只有很多具體的例子 教宗提到大勝惡我略 你看 當我們提供窮人 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我們給他們的是屬於他們的 自己的東西 所以本來好像是我的 實際上他需要 我沒有那麼的需要 所以這個本來是屬於他的 我給了他 他本來是屬於他的東西 這個 我們大概有讀過神學 都知道這些了 所以私人財產的 其實是二等的人權 另外有個我以前不知道 沒有特別考慮到的 可是教宗也還滿強調的 你看 你可能只能有什麼 就是自己你是說 跟那些李股坎 所以他不合股 在那種大利難 教宗也會不會覺得 各地的 有很多東西 看著你們 說法 在一種大利難 以致治應該 是一個 又不合股 他不合股 因為他不合股 後來講 另外那個很窮的國家 當然要怎麼實際上怎麼處理 教宗也沒有 也開始講的比較具體一點 比方說慷慨歡迎 有急需的人到自己的國家來 這是一步 努力改善別國的生活條件 拒絕剝削這些國家 這個就不容易 我們大概也還在有時候在做這個 不要拿走他們的自然資源 搶走了 奪走 不要搶他們的資源 不要支持腐敗的政府 因為我的第一講的時間又到了 我不把它講下去 還有很多可以講了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 我們都是天主所創造的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 這個意識已經不強 可是呢 是非常真實的一個事實 我們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我們要努力的恢復這樣的一個意識 那如果我有這個意識呢 那麼很多其他的人與人中間 團體與團體中間 國家與國家中間的問題 比較好解決 好的政治 這個應該是差不多是第五章了 那個東域裡面的第五章 剛剛也是國際一 знаем 這裡面也有一些 我看的時候發現 我以前比較沒有意識那麼清楚的 很重要的 一些有關國家政治的理念 政治生活不再 教宗是说个现实 政治生活不再集中于改善人民的生活 也不是在注意公益 很多时候他认为政治生活 那我们自己可以看自己的政治环境 我们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的政府是不是 没有再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 我想应该多少有吧 多少有吧 那是不是全盘的 有没有很注意公益 好像有 是不是全盘的 政治充满对立 好像我们都有感觉 几个政党好像 有时候觉得不得 好像是为了对立而对立的时候 并不是好像一起寻找 怎么样对所有的人民最好的公益 这好像是我们有见证 原来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大的计划 如何使整个人类能够平衡发展 好像如同住一个居所的家庭一样 但是这个使教中比较属于一个梦想 全世界的一个大的计划 其实工具有了 像联合国 还有一些其他的国际组织 工具都有 可是好像不太容易做下来 深度的谈 就拿出计划来 后来去执行的 都回到第一题 兄弟姐妹的意识太淡化了 一个更好的政治是怎么样 一个全球性的人类团体 彼此如兄弟姐妹对待 有了普世手足轻易的 必须有比现在更好的政治 如果是这样的话 真正为了公益而服务的政府 很多国家是这样子 教中就提到两个主流 一个所谓的民粹主义 目前有些政治领袖常提到民众 他上次会替民众这样的话 但是他们属于民粹主义 就是他们为自己的利益 也会把持政治权 利用百姓的感情 他们也会满足某些人群的低级倾向 所以多少满足群众的一些低级的需求 基本上 他是利用民众的情感 保持这个政权 真正的政治领袖 会掌握人民的感情 而文化 他的文化 他的感情 并使大家联合起来改善这个社会 他们也会追求公益 刚才是讲民粹主义 那么另外呢 有些政治领袖 专门注意短暂的建设 以获得选票 我想我们这个多少有经验 那我们 他们没有考虑长期的国家的进步 比方说怎么样减少国民经济能力的不平等 比方说这种现象 不怎么考虑这一点 那么创造 后来教宗在这个上下文里面 他有一个 我以前没有觉得那么的重要 他认为创造就业是最重要的议题 是针对一个国民的一个国家 创造就业 他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在引进各种高科技的机器 代替人不是不可以 可是你先要帮忙解决这个人工作的问题 因为人没有工作 没有尊严 没有信心 就进到忧郁 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也看到这个现象 所以为穷人 这是最大的帮助 都有工作 使他们能够有尊严的来生活 那么主张自由主义的政府 不够注意人类自我中心的倾向 这个大概是所谓的市场经济 主张市场经济的政治的理念 特别是那种比较极端的市场的经济的 那么很多的社会问题 市场经济没有办法解决 所产生的不平等会引起暴力混乱 所以会有蛮严重的后果 政府需要采取比较积极的经济政策 财务市场的投机行动多少也是需要管制 所以这个教宗在经济的立场里面 它不是反对市场经济 可是市场经济不能完成自由 所以它也是主张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又必须要帮忙分配资源 所以会参与 会干涉一些纯粹的市场经济的措施 因为人本来是很自我中心的 所以你不干预的话 有这些少数人越来越有钱 其他人好像也没有什么进展 可能更穷 或者没有什么真的进展 国际政权 这里也是大家里面提的 21世纪有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国家政府的实际权力 正在减弱的当中 因为跨国的经济跟财务公司 比政治体的实权更大 所以有些比较小的国家 无法抗拒这些国际跨国公司的 他们自己的理念、政策 因此需要建立更强的国际的机构 有不同的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来创立 而有效的保护全球公益 解决饥饿、贫穷问题、保护基本人权 这个你看是做得到做不到不知道 不过真的带有提到这个 必要的时候呢 要惩罚这些跨国公司 那这几个我们都熟悉 我看报纸上也是现在在歐洲有几次 也被罚的很厉害 但是国家参与了 国家干涉他们的太过分的利用 他们的一些权利、市场的权利 联合国也需要改革 更肯定法律的權利 解決問題的途徑 這有以下三個 這個是教授好幾次有重複的 國家與國家中間有問題 這有三條路要解決 一個是談判、一個是調和、一個是仲裁 其他的都不行 這個是很重要的肯定 而且意思是說 你不能打仗了 這不是辦法 這不是辦法 談判是我們兩個 我們面對面談 調和有人幫我們談 仲裁有人跑來跑去幫助我們慢慢合 所以其實我們社會上 像仲裁我們台灣社會有 有些老闆跟雇主跟雇員有衝突 那麼在去法院以前 那個國家也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們自己修會 我記得也去過 所以這個可以有一個人幫忙談一談 後來解決問題 國際上也是這樣的一個原則 然後剛剛我提過 一般社會上有很多人 很多的人民團體 能夠彌補國際社會的不足 當然紅石這家是一個有很多 國內的也有很多 我又參加 比如說我們台灣的創世基金會 或是慈激 他們都是有很多很多的社會功能 而且很多時候是政府做不到的 政治愛 這個我也是新的 政治愛 政治愛的 是愛的最廣的範圍 希望社會政治制度的核心 應該是愛的 那就問問我們總統 他是不是這樣看 愛的表達的範圍 不只是在親密的人際關係 我們是要很習慣了 親密人際關係要有愛的 大型關係如果蠕動社會了 經濟了政治也都能夠表達愛的 社會性愛的 讓我們就愛公義 某些愛的行為 剛剛說了是直接針對別人 個別或者團體 另外有些愛的的行為 是來創造更好的機構 更正義的規定 更有知識性的架構 那麼這些愛的的行動 同樣不能缺乏的 比方說 你協助受苦的人 就是愛的嘛 那你改變社會環境 使得他就不受苦了 有工作了 同樣是愛的 這更是愛的 你協助老人渡河 是愛的 那你建造一座橋的政治家 他同樣也是在信愛的 提供便當給饑餓的人是愛的 政治家提供工作 這更是愛的 所以這個叫政治愛的 政治的領袖中心 政治應該有領袖 那政治的領袖中心也應該是愛的 就是優先愛最需要的人們 一個政治家充滿愛德的注視 目光 來表達真實政治的精神 他的結果 跟純粹現實主義的政治是很不一樣 所以你看到靈修了 政治人物特別需要尊重別人 歡迎不同的立場 不管別人主張是什麼想法 有怎麼樣的習慣 過去可能有怎麼樣的罪過 他的人格尊嚴更加重要 都要記得 所以政治生活裡面 該有溫柔的一面 柔情 屬於最強的人 最勇敢的人 他才敢用這個柔情 來接近邊緣的人 這個是第二個主題 好的政治 那現在我們休息了以後 我們來談武器 好 謝謝 謝謝我們連接兩個演講 非常非常的動人 去年這個冬月出來的時候 一年前嘛 不久以後呢 我就上網去看 也覺得很好 那個時候呢 也沒有紙本的 所以我自己把它印出來了 我就從多到尾就看了一遍 後來過了大概兩個多月 我說這個東西 是要準備跟別人講 所以我要做一個PPT 所以我非常仔細的 又看了一遍 後來是那個時候還沒有中文版 所以我都有一些翻譯跟中文版 都不太一樣 不過應該 那內涵應該是一樣的 後來呢 我要開課 我開課呢 要給同學 幫同學找一些發會的題目 一些作業的題目 又很仔細的又看了一遍 好 還有快要開學了 我又看了一遍 所以我看了大概有五六遍了 每次看有新的感受 沒想到這裡面還有彈到這個那個 非常豐富 不過有點亂 這是教宗但沒有很多時間 就是非常詳細的計畫什麼的 所以有時候有一點點亂了 那麼後來我也看了大概 我列了大概有三十幾篇評語 大概幾乎都是英文的 中文大概找不到 那麼這些評語都比較短了 因為剛剛出來不久 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所以也有人有發現裡面 他們認為不太好的地方 比方說 有人說教宗說要打破這些牆 14次有提到這些牆 可是有一個婦女說 她裡面說有男女平等 不過她對女性講得很少很少 好像還有個牆那邊還沒打 這有幾個特別對婦女 對社會的貢獻 她的確是講得不多 所以在後來那本書 這個是去大概 又過了兩三個月了 這本書《夢想》讓我們勇敢夢想 她對這個婦女 她講得比較多 好像有在彌補不夠的地方 所以剛剛第一個題目 那個手足情誼 或者兄弟情誼 這個是這個東西的核心點 我們都是弟兄姊妹 不只是理念是要感覺到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大概兩 我剛剛是兩年前左右了 我們台北的市長 有一次說 那個兩岸都一家人 大概記得這個新聞嗎 兩岸一家人 對 對 對 這個跟教宗說的好像滿像的 可是那個被批評的非常嚴重 她這個說法被批評的很嚴重 可是她說的應該是對 可是有其他的一些情緒 政治理念好像干擾 大家的這個理解 所以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武器買賣 我英文我說 preparing for war 準備打仗 所以你需要這些武器 那麼在東域裡面 教宗有談到戰爭 你看她說 戰爭的實際情況 不是那個 是實際情況 否定一切人權 悲劇性的攻擊大自然 幾乎所有的戰爭是這樣子 新的武器 如核子武器 化學武器 生物化學武器 還有再加新的科技去 送這些武器到對方 是戰爭已經無法控制 殺害無辜者的結果 像這一次病毒 應該是自然傳到人類了 可是也有一些 很多的國家也在研究這些病毒 當然是為了治療 可是如果大家哪一天 大家要想做這個武器的話 是非常有效的 要讓人死 而且死得快 這個可以 所以現在這些武器 一想這些武器就很害怕 國與國有衝突的時候 必須守法 而且一直採用談判 調和重宅 前面我說的 所以大家認為 戰爭不是辦法了 每一個戰爭是人類的一次失敗 那麼它是建議的 說實際上我們面對面去接觸 因為戰爭而受各種傷害的人 以更體驗戰爭的可怕 如果我們有幾個 如果我們有幾個 比如阿富汗人 在我們當中 死了多少 非常多 沒死的也是一輩子 有些心裡的害怕等等 教宗說 如果能夠直接去跟這樣的一些 受戰爭的害子的人接觸 可能會覺得更反對戰爭 目前世界上一種嚴重的危機 殺傷率比COVID低 是均無的生產與貿易 教宗認為這個也是一個疫情 是一個嚴重的危機 你看 軍務之初是人類的殺手 一點也不為過 這也是一種非常嚴重的冠狀病毒 而大家的所以 絕口不提 只是因為它的受害者 不存在我們的視野裡面 所以因為全世界為了武器所花的錢 我們不容易直接看到它的後果 它的後果就是那些 比方說小孩子 餓死的 或者餓餓的 可能不死 可是一輩子沒有好的健康 還有呢 國際的緊張 緊張情勢一直在增加 我這個深藍色 都不是東域的話 是我的話 或是別的地方的話 中國 台灣 美國 是例子 中間的這個緊張 這個例子 那國際的緊張情勢增加 這個是較重的話 我們使個例子 武器都在增加 台灣跟大陸 大量花大錢增加武器 也是個例子 這個是 2021年9月2號 剛好一個月以前的 我抄的這個報紙上的新聞 美國在去年10月宣布 向台灣要出售這個包括100套 100套暗制 反正是這個飛彈 這個飛彈 這個有花多少錢呢 本來的是671億 我現在漲價了 現在叫866億 就是要去買這些了 當然是買這些 是我們台灣要做的 大部分是台灣要做的 這個飛彈 大部分是在像中山科學院 那個龍潭那邊 有個中山科學院 他們是做這些了 我順便講一下 就是他們那個幾乎滿有錢 他們要做這些飛彈 武器 我們也是會有個內室高工 是非常品質很好的 訓練那些高中生 訓練得很好 所以中山科學院 有一些老的師父 是我們的校友 現在中山科學院 也給我們學校 特別的獎學金 培養更多的這些年輕人 去參與這個製造飛彈的 我以前沒感覺了 因為我是那個學校的董事長 現在我看我們是在參與這個武器的製作 所以良心有點不安 就是這樣子 當然我們可能這個計畫要繼續 不過是要去分辨 那要認真接受 這個教宗他所說的這些想法 那麼會有 應該後來有些行動 又來了一個 這是去年 是去年的一個新聞 這個不只是飛彈了 是飛機了 那麼他說那個是一年多前 美國的在代協會處長 他說 台灣花最多的 美國的武器 買美國的武器 那麼 他說 美國對台灣 受超過七百億美元的武器 而且好像是我們是美國的 在這方面的最好的顧客 又來了 9月17號 政院排版2400億特別預算 採購八大像國造武器 這位先生 那麼這是那個新聞 所以又是一個特別預算 兩千四百億 所以這幾個新聞 我不是要證明什麼 就是我們看 我們這邊很有意思 要花錢買武器 當然你不買武器 就會覺得很嚴重 可能會就被攻擊了 就被消滅了 或者美國就不會來幫忙 你自己不幫助自己 我怎麼來幫忙 所以就夾在這個複雜的情況裡面 好像不得不這樣做 可是呢 又看到教宗 說解這問題 戰爭不是方法 那武器都是為了打 你說 沒有準備要打 這是賀族而已 所以賀族 其實 你在賀族的花費裡面 就讓很多 剛剛說了 很多比較窮的地方的人 就會無法好好生活 所以教宗他有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需要建立國際上的互信 需要把製造武器的錢 轉到一個國際的基金 以解決飢餓問題 還有協助最窮的國家 這是他的想法 好吧 關於這個 我要講的這個主題 大概講到這裡了 還有一點 宗教與暴力 那這個跟戰爭多少有關係 我們有信仰的人 要把注意力放在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炒拜天主 愛盡人 這是我們最基本的 天主給我們的誡命 倫理的誡命 當然還有很多的倫理的誡命 比方說 他說我們其他的道理 不應該脫離這個主要的脈絡 這個脈絡就是愛主、愛人 一眠流欲、輕視、仇恨、排外、暴力 意思是說 有一些是重要的 可是沒有愛主、愛人 那麼重要的一些道德、議題 那我在講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是跟人家交談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要記得保持愛人的美德 所以我不能違背愛德 為了爭取另外的一個道德方面的一個想法 我要比他強 這個有很多的例子 所以就是為了 就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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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舉個例子 最近 好像教宗 他從布達佩斯坐飛機 就回到羅馬 有記者的問他關於堕胎 他說堕胎啊 這個教理講得很清楚 是殺人 他講得很清楚 那現在有人有這個主張 那我怎麼對待他 還是回到愛近人 就是我不能跟他爭論是可以 可能是應該的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不能違背愛德 因為那個是更基本的 更重要的一個原則 所以有很多的社會問題 道德問題 這個只是落在其中之一 有非常多這些問題 有時候討論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要很清楚表達立場 可是呢 我不能違背愛德 當然他有 回來像早上那個 陳克 陳富裕有談寬恕 寬恕不是說 我就不要記得 比方說他說那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這個優待人的被消滅了 這個是不能忘記的 可以寬恕 不能忘記的 那個人員中間也是一樣的 好啦 所以 就講完了 OK 好 非常謝謝詹德龍神父 那我們現在請古偉銀教授 為我們主持第二階段的提問時間 謝謝 謝謝詹德龍神父的精彩的 精彩的Presentation 現在我們二十分鐘時間 大家把我時間來提問 分享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建議 開放給大家 它很重要的 這很好的問題 我們天主教的倫理神學 包括現在的我們的天主教教理 談到戰爭的時候 有一種戰爭是保護性的 Defensive 保護性的 所以為了保護自己的國家 那麼我就不得不打 因為我被攻打了 攻擊了 OK 好 所以天主教教理是有 所以這個是很大概四十年前 差不多天主教理 OK 好 不過這個教中已經不接受這個了 因為他說那個後果 這個後果太嚴重 所以他一直說 要想盡辦法談 想盡辦法談 你不談他來攻擊你 你會很大損失 沒錯 可是你也攻打他 是加倍的損失 因為現在的武器 現在的武器 他殺的不只是軍人 所以現在這些武器 而且那些 我們台灣可能還沒有 合著武器 可是人家會借給我們需要的話 所以 這是很帶道的 上次很難解決的問題 可是呢 所以他說 為了保護自己 那麼我可以打一個戰爭 這個教中認為現在是太嚴重了 就是連連為了保護自己 所造成的這個傷害 不管是我的他的 是太多 所以不要考慮這個方法 那不要考慮這個方法 那就不要去買武器 至少也先限制武器 其實有很多的國際的條約 也是從限制武器開始 已經幾十年了都有了 所以這個 多少是可以嗎 先限制武器 然後慢慢的就減少 那個時候就跟著都不要 好 你覺得不很實際嗎 還要再考慮 不過我只是表達 表達這個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動議裡面有些想法 是有爆炸性的 就是可能會造成 當然有人不太動議 所以有人不太動議 可是我仔細的看 真的他認為 只有三個方法 你 談判 但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是太大的情緒了 無法談判了 那我們找中間人 我找這個教授幫我們談 可能大家 當然在我們中間幫我們談 可能問題解決了 還有一個 他有三個可以 這個都可以用的 仲裁 對 OK 好吧 下個問題 好 如果教宗有這個想法 是應該要有後續的行動 才對 那這後續的行動 是由教宗來做 或者其他的機構 其他的國家 這個都有可能了 總是要有人開始提這個 不會明天的 很不穩 就是要分長 說 就是這個 有什麼 來自於 是 有時候 會會 有一個 因爲 我覺得 不會 前幾天 要有 從此 我們 來自公園 有一次我們請一個歐敬德先生來給我們講專業倫理 後來他說他當負責蓋第二條高速公路的時候 他碰到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需要很多的工程師 可是因為是在國家在做這個工程 所以他會有很多的工程師 所以工程師拿的薪水是很低的 所以結果去那邊工作都是剛畢業的一、兩年 而且一有機會轉到薪水好的公司就跑掉 所以他要維持一個品質非常難 所以他說我們要把這些工程師的薪水 提高到跟社會上是一樣的程度才對 人家說那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人必須要立法院同意 他說那我們到立法院去啊 反正他就去了 後來就做到了 所以不是因為問題很複雜 我就不去做 所以真的如果這有一個國家 都不去買武器、造武器 那麼他可能會覺得那沒有用了 比方說現在製造武器的 就是一些還不錯的國家 像法國、法國、美國、中國 好像還有是不是 反正有幾個不是那麼多 所以他們這些製造武器的國家 因為他買滿武器也會賺很多錢 這個國家也會賺很多錢 所以是的確複雜 可是不能說 那現在要等教宗去解釋這個問題 有點 不太像是他改做的事情 不過至少有在提這個問題 對 對 我想這些國家大概不太會來聽教宗這個話了 是不是 是 應該不太會了 這時候我們沒有發現 這個美國總統說 我們現在一直在增加武器 可是教宗的聲音是這樣子 有點要考慮考慮 當然中國那邊更不會這樣說了 那法國那邊也許會稍微考慮一下 偷偷的考慮一下 可能是經過外交關係 這個不是說不可能了 不過你看教宗他有一個 在這個東域裡面 他有很大的一個希望是 我們天主教 信徒教有普遍性的 提高對社會倫理的意識跟了解 這剛剛有提過 所以如果我們普遍性的天主教教有 對這個社會倫理的意識提高了 那麼這些從政的教有 他們也會比較有敏感度會比較高 所以逐漸的可能會有效果 而不是說教宗一個人說了什麼 那些總統們都去聽了 這個不太可能 對 我想對 因為政府發展裡面 剃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教宗大概覺得有職責所在 一定要呼籲這方面的事情 來 陳柯主 我想給這位同學一個很實際的一線曙光 不是我構想的 我大概五六年前去羅馬開個會 那個是教廷促進人類整體發展部 召開的跨宗教的國際會議 主要是北的基督教有NCCT 我去參加 主題當時有難民 五六年前已經有很多難民 敘利亞很嚴重 非洲也有難民 土耳其很多難民贏 參加主題 有聯合的宣言各教派要關心這個議題等等等等 然後會後 可能天主安排吧 有一個 就是北北歐元 他在NCCT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們吃早餐的時候跟我講 他說難民難民 你打仗的難民就有了 你還 就是為什麼你不治根 你去治本 停止打仗才沒有難民 你現在我們要收難民收難民 你不斷地製造難民 他說 他說我們要把這個議題跟組織單位講 下次我們開一個誇宗教的 怎麼反對販賣武器的 我們相信天主的聲稱在他領教中 你可以看到有三個通義 就是三合一 你要福音的喜樂 那個是人跟基督的關係 你要傳教 福音的喜樂 二 願你受贊送 人是跟天地的關係 現在眾位弟兄是整個世界 人類大家庭的關係 如果教中敢在這個通訊裡面提這個問題 可能他已經開始有所準備的 我相信教中講話是很很很很實際的 他現在用的語言是要敢夢想 不要失去你們的希望 我相信這個販賣武器的問題不是教中一個人 也不是天主教一個教派 如果全世界的基督信徒合作的話 那股力量是沒有國家可以擋的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談那個團保、難民、還有別的議題 就是有關世界的疫情的 很抱歉 宗教團體都很靜默 真的很靜默 沒有合作 所以我們希望聖神奉會帶領 我們先從天主教開始 我們先從這個世界主教會議 宣起一個共益性的精神 大家參與 先參與天主教會裡面的重要的事情 包括眾位弟兄他的落實 慢慢的 我相信這一股正面的影響力會散播到別的教派 只有這個方法才能夠遏制很多天災、人禍 包括販賣武器的議題 就是我的希望 還是回到我們的祈禱 我們要為我們的基督徒合一祈禱 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 就是新教靈恩派的天主教一起合作的話 會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散發出來 我們先開始自己的回規 先示別的基督中派的信徒們 為自己的弟兄姊妹 先不要跟他們有排斥 如果他們是我們弟兄姊妹的話 有很大的轉變 好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建议补充 诶 陈克师父 这些话有点多 可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够让他不回答 刚刚提到台湾的梦想 师父 我先讲一个玩笑 跟耶稣会有关的 如果我得罪的地方 请原谅我 我是欧洲听到的 在保禄六世的时候 我们回到1965年 在苏联和美国的冷战的时候 东欧是铁木 所以教宗派一些耶稣会去苏联传教 还需要传教 所以派耶稣会 耶稣会就写个电报给教宗 教宗我们还需要两位的会士来支援 麻烦你再任命两位 教宗好 我再派两位耶稣会去莫斯科 再来个电报 我们还需要三位的耶稣会会士 麻烦你再加三位 教宗说好 我再派三位 我们是为了秘密的传教 后来 威斯科会士就写信给教宗 教宗够了 我们已经在苏联的国会大多数了 为什么我们台湾不虚念一些神学家 政治人才 進了立法院 我覺得聖博敏申學院情途無量 這是我的夢想 講完了 師傅你做一點結論好了 還有兩分鐘 我們現在非常的努力在招生 非常的努力在招生 我們的校長也是很願意花這個錢 我們做廣告什麼的 希望吸引更多的平信讀教 有來年神學 其中他們當中有的可能將來是教授 神學的 可能是成政的 都有可能了 所以我們的力量有限 不過是積極的在找這些學生 當然也過去好幾年 也來了不少的中國的學生 大概我不知道沒有算多少了 他們也都有接受訓練的回去 他可能很多的觀念也是調整了 按照教會的社會思想 所以這個應該是有在做了 不過好像我們也需要主教團的幫忙 現在那個堂區 那個堂區表有讀金班 可是有時候都碰不到社會問題 所以如果教友的 可以說社會意識 社會倫理意識提高 那有可能大家會參與了 偶爾有一個教友可能是參政了 不過很少 那如果有 我記得以前有個立法委員 一個女性的高雄的 對呀 你看他推動了好多的法案 當然是比較是兩個政黨都可以接受的 也是比較跟公益有關的 所以在公益方面 我們真的有相當大的貢獻 所以這個都是做得到的 要有人去做 不過你如果他信仰基礎太弱了 他就跟著這個主流嘛 要繼續買武器吧 好了 時間剛好到 謝謝詹德龍神父跟大家參與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謝謝各位 非常謝謝詹德龍神父 與谷瑋瑩教授 我因為我的高雄以後 咱們認識你 有名字 就有明文聲 你們可以聞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